我們看第五題目,題目說有個火車5小時內行駛180公里 請問你平均速率是多少? 我們看這個題目怎麼算 答案直接寫多少?答案直接寫180除以多少? 5小時就好了,對不對? 就不用這樣寫,180除以1就好了 有這個答案嗎? 可以整組嗎? 有耶,剛剛可以整組耶 答案很白癡 答案出來了,公里...小時 對不對?看起來好像這個是答案選擇對不對? 可是不好意思,我們看一下 現在我要教你是單位換算 請問你,如果是每小時36公里的話 相當於每秒幾公尺 我們看怎麼換算嗎? 看這邊好了 這個來用 來,太前換算喔 第一個,36公里小時 請你把斜線換成這樣子 這個應該不難吧? 因為斜線的意思是相處的意思 所以我要解釋了小時公里對不對? 接下來注意看喔,重點來了 請問你,一公里等於幾公尺? 1000公尺 所以這個公里把它改成是1000公尺 然後一小時等於幾秒? 不是60秒 3600秒 為什麼? 因為一小時有60分鐘 每一分鐘有60秒 所以應該是3600秒 這樣寫才是答案 好,但是問題你要約一份嗎?對不對? 開始約吧 36跟36約掉 100跟1000約掉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是等於10 然後呢一樣,MS 所以換句話說 每小時30公里 相當於每秒鐘可以跑10公尺 這樣換算了嗎? 會了沒? 聽懂了齁 你就換算成你要的東西就好 第一個,怎麼做再講一遍 第一個 你先把小時公里這個形線 換成分數的形式對不對? 接下來把那個小時呢 不要 你把小時換成了秒 把公里換成公尺 所以答這個答案也對 所以剛才那個地方有沒有 這題 不好意思,不是這個地方 這題啊 A對了 可是上來C也對 因為他也是每秒10公尺 有看到嗎? 所以我們看一下 他又等於每秒 每分鐘0.6公里嗎? 譬如說老師我怎麼知道 來吧,我們換一下 他到底會等於那個 那個結果 我們看一下喔 第一個 一樣的狀況 36公里小時 因為我們希望是每分鐘嘛 對不對? 所以一樣 36 來吧 1小時才幾分鐘? 60分鐘 所以我們寫個60 然後寫個分 你如果寫個m in也可以啦 好 然後呢 公里就不要動 對不對? 好,開始越吧 約分 約分 用多少約? 用6去約 10 6 所以答案呢 就等於 10分之6 然後呢 公里 分 0.6 公里 分 所以就是說 每分鐘 0.2公里 看到了嗎? 所以很明顯 這個答案選擇 誰知道嗎? 答案選擇是 因為 ABC答案都正確 會啦齁 好 這個題目寫上去 這個題目考單位換算 就剛才我講的那個題目